好各位注意注意有一個地方 一定一定要小心請看完它 像譬如說你把功能都開了嘛 然後你看像我這個滑鼠在這邊 你要過去iPad嘛對不對 你就發現我靠左都不行啊 是不是壞了 喔有沒有過來了 過來了 過來了 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覺得今天非常開心跟大家分享 蘋果裝置的一個功能叫做接力 還記得以前我還用羅技的一個滑鼠 我還記得還蠻貴的 然後去展示一下就是它有功能 可以用一個滑鼠 然後去控制兩台筆電 哇這個功能就讓我覺得很開心 就沒想到今天就可以用到了 而且它是非常的方便 那首先呢就是如果你有兩台裝置 都是蘋果的 像譬如說筆電啊或者是iPad 你就可以來使用 那使用之前先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先去看一下你的設定有沒有設定成功 第一個就是去你的iPad 好在你還沒用這個接力的功能之前啊 就是我們先去設定看看你有沒有去設定好接力的功能 那進去設定的一般裡面 然後就會看到一個AirPlay與接力 然後按進去之後啊 哇你看這個接力要記得把它打開 然後游標與鍵盤也要記得把它打開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大家看哦就是右邊這個螢幕 現在我在動這個滑鼠啊 它就是在控制這個筆電 那相對的這個電腦 這個電腦的鍵盤 目前是設定 你看我現在打 接力功能 功能 好這個鍵盤其實也是在控制它嘛對不對 好那接下來就是說 那這個部分 我要如何把游標用這一組去使用iPad 注意看哦 都不用去做連線 然後也不用去做什麼 這樣子其實開完之後 你們就可以去使用了 注意看哦 像這個游標 我現在要把它移到左邊 看哦 哦有沒有過來了 過來了 過來了 而且它這個動畫做的好可愛 就是很像有一個東西要擠破這個螢幕 然後就出來 哦你看又過來了 所以大家有沒有發現就是 游標 變成這種 箭頭式的就是在筆電 然後這種圓圈圈的 是就在左在左邊的iPad 那這個方式 就是你看很方便 就是譬如說我今天在操控 呃 筆電 打打打打打打 然後突然就是 這邊要回什麼 就可以把游標往iPad這邊就是移動 那這邊如果 去做點選啊 也很方便 你看我現在就開始點選它 然後如果我覺得要打字也行 譬如說按備忘錄 不是這樣 要把它弄開 然後備忘錄 有沒有 然後接下來接下來就可以打 譬如說 接 接力功能好方便 是不是 看好是不是很方便 你看一下子過來在iPad 一下過來在筆電 一下過來在iPad 一下過來在筆電 是不是那一種 欸我過來啦 我又跳進去啦 欸我又跳出來啦 我又跳進去啦 我又跳出來了 我又再回去了 好各位注意注意 有一個地方一定一定要小心 請看完它 像譬如說你把功能都開了嘛 然後你看喔 像我這個滑鼠在這邊 你要過去iPad嘛對不對 你就發現 欸我靠左都不行啊 是壞的 可是我明明就有開啊 對不對 你看我怎麼過去 在這邊喔 我怎麼過去怎麼滑 怎麼滑 怎麼滑都不行 好那注意啊 就是有個東西 你要在筆電這個 筆電這個設定裡面去做設定 為什麼呢 因為它在螢幕的地方 它設定錯了 所以就是會變成 給大家看一下就知道 呃譬如說你打開設定裡面的 呃 顯示器 好顯示器進去之後啊 你就發現說 欸它iPad是在 右邊耶 就是在筆電的右邊 所以你看喔 我往右邊走 欸 有沒有看到 它就過來啦 它就過來有沒有 所以我往左邊走 它就過來啦 所以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 這個 iPad 其實你要把它移到左邊 或者是說 你把這個iPad移到右邊也行 但是我給大家展示一次 就是你按排列這邊 然後它就會出現筆電跟iPad嘛 所以我們就點iPad 按著它之後 往左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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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它就過來了 然後就完成 然後現在看好喔 現在譬如說滑鼠在這邊嘛 滑鼠在這邊 我們就往左邊移 欸 就過來了 有沒有 還不錯嗎 還有一個還有一個 我還蠻喜歡的 就是說 現在啊 就不用再用HDMI的線去接筆電 然後當作是第二個監視器 不用了不用了 就是它現在去做一個設定 好這裡啊 就是它下面有主要顯示器這邊按下去 然後你就是把它這個 鏡像輸出到iPad 按進去之後 哦 大家看了沒 就會變成說 它這裡就是你第二個螢幕 你看 你看 直接滑 都可以做使用 你看 過來 它就是你第二個螢幕 而且它就不用接線了 你看 完全不用接線 所以我還蠻喜歡這個功能的 有時候我剪接 然後有時候15寸的螢幕就是這樣嘛 你假如螢幕比較小的話 你當然看東西會比較吃力 所以我就把我的那個監視的螢幕 移到這邊來 或者是說你要做什麼運用也可以 譬如說素材區也可以啊 或者是剪接區也可以 都可以 但是我都習慣把譬如說監控的放在這邊 有沒有 所以你在剪接的時候不只有工作檔 然後你的素材區 然後又有你的就是監看的區域 那我覺得這個功能還蠻好的 介紹給大家 那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然後把影片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讓他知道說其實螢幕都可以這樣子玩 而且很方便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